两周前我们开始查约书雅记 我想利用这个古日和下个古日 再次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章 通过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约书雅记的主要信息 我希望可以对大家今后查约书雅记有一点帮助 通过这段经文我们会看看 什么主要信息的主要信息 希望能帮我们接下来解释这个文章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查过初埃及记 就是从14年的9月一直到去年8月 我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查了初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讲强调出 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 不是讲得救啊 约书雅记着重在记 以色列人记录迦南地的重点讲 征战得胜 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查了一阵子西约之后 我们回到旧约 我们来查约书雅记的原因 除了埃及没有结束 我们还要进加拿 约书雅记讲到得地为业 我们现在都在满地 对不对 很热门的 以色列人不用花钱也不用贷款 就得到了加拿 美地 他们是怎么住进去的呢 这是约书雅记 要告诉我们 这是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 我们需要对神的信心 来明白这其中的信息 我们来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求你来告诉我们今天下午的这段时间 让我们每个人都蒙圣灵的光照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你给我们的启示 帮助我们从以色列人得救得胜的经历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更认识 我们更依靠 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真正可以得到 你赐给我们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想讲大概五点 包括下一次 今天呢 讲两点 第一点 加拿地是神的应许之地 是神给我们的白白恩典 一到二节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小于摩西的帮手 那儿子耶稣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重感性过这约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摩西可以说是比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 但是他还是没有能够进入加拿地 那是不是说摩西没有得救呢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过思考 当然不是摩西肯定得救 圣灵即使摩西写了圣经最前面的五卷书 叫摩西五经 我们知道也叫律法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圣经 而摩西就代表律法和律法实在 神要通过摩西不能进加拿地这件事 向我们表明 无论一个人多么伟大 哪怕就像摩西这么牛的人 靠着行律法也进入不了神的应许之地 摩西去世的时候 也说以色列人正住在 约大河东岸的摩尔亚庭园 当摩西走出了 当摩西走出了 Israel was camped in the plains of Moed 耶稣亚基认为领袖 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摩西都进入不了的加拿地 加拿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 叫做应许之地 这个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 在这个地方 说到亚伯拉罕在主前两千多年 第一次他住加拿地的时候 神应许将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领 所以叫做应许之地 约大河基的主要信息 有很多打仗 你都给把敌人都消灭了 但是我告诉你 他的主要信息 不是说神是公义的 当然神是公义的 但是他不提 说神是公义的 他要除命加拿来其中的罪恶 所以主要信息的主要信息 因为有很多战争 不是只有神是正义 这个时候才有一部分信息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不是约书亚记的主要信息 主要信息是告诉我们 神是信使的 他要按照他的应许 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在除埃及记中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经历了在埃及 四百年受荣誉 后来神把他们带领出来了 他们又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他们与主前大约一千四百年左右 进入迦南地 将神老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就给他们的应许 画一个现实 他印证了我们的神是信使的神 他的应许永不落空 对以色列人而言 神的应许之地是加难地 以色列人非常 每一类色列人都很重视这个产业 得到应许之地 表示他们是神的子弟 在圣经中 神也应许一切信他的人 也要承受他给我们的产业 那么什么是神应许我们基督头的产业呢 什么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呢 什么是连摩西都不能够记录 我们却要记录的那个应许之地呢 A land that Moses couldn't even enter How are we to enter 换一句话说 迦南地代表什么呢 Or we can say What does Canaan really represent 大家说说他 迦南地代表什么 What do you guys reckon 也不敢说啊 应该都知道了 I think we all know 恩典 恩典 还有呢 大家都不敢说啊 有很多人说 预表天堂 对不对 Do people say that it's like heaven 但是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天堂 怎么会有战争呢 怎么会有敌人呢 怎么会有杀戮呢 But then people will ask How can heaven have fighting and wars and killing 怎么会有罪恶呢 How can they be sin 所以呢 说迦南地预表天堂 应该是不恰当 其实 我们来想一想 迦南地 最恰当的预表 应该是 耶稣基督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想理由很多 但是我可以说三点理由 第一 迦南地 赐给了那些 蒙恩过河的人 过了约南河 就像受洗一样 对不对 但是过了约南河 并没有万事打击 进入迦南地 要打仗 要与那些 罪恶的 迦南人 征战 就告诉我们 要得救 不仅要进到耶稣基督里 而且 要在主里面 靠着他 继续 最争战 这说明显 这说明显 当我们在救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不能停 我们必须继续 断断 对耶稣基督里 我们必须继续 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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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牺牲力 牺牲力 牺牲力 需要什么呢 He was reborn He had a new life So what does this new life require 要成长 对不对 to keep growing 要成长 实际上 是要争战 and to keep growing requires fighting 没那么简单 It's not simple 其二 对以色列人而言 迦南地特别美好 是丰盛之地 叫做牛奶 羽蜜之地 对不对 and secondly for the Israelites Cainan was very attracted to them it was a rich land it was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奶与蜜 是生命的精华 所以迦南地 代表生命 and the milk and honey represents this abundance of life 而基督就是生命 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生命的主 and Jesus is the source of life He is life and He is the Lord of life 对于我们这些西 以色列人来说 只有在基督里 我们才有 神一切丰盛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查过的 俄罗西书的中心 对不对 在基督里 有一切丰盛 and this is what we saw in the book of Colossians that we studied this year that in Christ are all the blessings of God 今天我们基督徒 所承受的加安美意 就是耶稣基督 是哪更丰盛的生命 and so the promised land for believers today is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at abundant life that He has brought 圣经就说 耶稣来是要教我们得生命 并且要得到更丰盛 the Bible says that Christ came to bring life and life to be abundant 比如第三 迦南地 就是安息之地 and thirdly canon is the land of rest 它有源于巴比文 沃尔 沃尔就是 阿波拉安的地方 对不对 还有埃及 就是偶像之地 and it's actually different from the land of Babylon or Ur which is where Abraham came from or Egypt they're all filled with idols 像南地要清楚这样 单单敬拜真神 在神里面得安息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真正的安息 所有的只是 无尽的贪婪 和 饱苦愁烦 只有在基督里 才有真正的安息 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 十一章就这样说 凡劳苦丹重丹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因此 加三美帝就预了 耶稣基督 神给亚巴汉 看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最终都指向基督 我们都非常熟悉 约翰福音 三大十六节 我上个礼拜 上一次说了 这一次又要说 神爱世人 圣子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耶稣基督 得到佳南地 预表 得到耶稣 得到永生 得到最真正的能力 得到不断的长迹 得胜的生命 得到最真正的能力 得到不断的长迹 得胜的生命 因为神的所有应许 祂给我们的所有应许 都在耶稣基督里 对神的主持要 得到的神的神 所有人都会 足够对他们 ulated the yes and the amen 在耶稣基督里 那么佳南地的敌人 也表什么呢 佳南骑族 都是敌人 代表什么呢 我们经常往别的地方推 喔 撒旦 或者这等那个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老我 和我们的罪行 我们常常常疑 相反感受到更多 当然地有很多王,三十几个王,当然都被消灭了,这些王代表谁啊,老我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盘踞作王。 得到基督的人,要靠着圣灵继续成为基督的精兵,与罪争战,把老五除掉。 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并得享在他里面的安息。 加兰地是牛奶与蜜之地,耶稣基督更胜过奶与蜜。 在第一章中,共有六次说到,神赐这地给以色列人。 圣经里面,神有一再地强调,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一再提到神赐给人的产业。 耶稣基督教耶稣希伯来文,那个字实际上有一个主要的意思是恩典。 恩典我们都知道,白白给,叫恩典。 以色列人获得了迦南地 他能够进去 他能够在那个地方 得到那个地方 不是因为他好 他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 因为而是神的恩典 他能够进去迦南地 是神的恩典 能够在迦南地打圣仗 也完全是神的恩典 神把基督赐给我们 做我们的产业 也不是因为我们 有什么特别好 只不过是因为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 您的爱他愿意把恩典 白白地赐给我 四天十六天五到六节也说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通的份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 落落在加美之处 是我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告诉你 耶稣就是耶和华 就是全能的神 他就是我们的迦南地 是我们基督徒的产业 朋友们 弟兄姊妹们 你的产业在哪里呢 我以前曾经说过 很多人都说 北岸是奥普兰 最好的区 但是你的产业 不应该局限在 北岸的地产上 我盼望你不管住在哪里 你都能够得到 加南地为业 因为不论澳大兰 任何地区的任何地 都不能和加南美地相比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把 投资地产的那个热情 用来追求加南美地 上个礼拜 我去参加过一个聚会 在那地方碰到一个测量师 他也是一位教会执事 就分享了我刚才 说的十篇十六篇 到六节这两节经文 他说他的工资和服事 就与这两节经文 直接相关 他不仅在测量 奥坛的土地 他也在测量 加南地的土地 你看在 因着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都不仅变得有意义 也变得很有趣 第二点 进入江南地 需要征战 不请大家注意 两节经文 一节是第三节 一节是第六节 第三节说 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力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是给你们了 神已经应许把 这样的 你赐给 以色列人 为什么还要加上 脚掌所踏之地 这样的条件呢 如果脚掌不踏 这地方是不是就不给 还有第六节 你的刚强断了 因为你必使着百姓 承受那一位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今年以来 华人在奥格兰买房子买地 成了新闻的焦点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我会不会对 要买房子那些人说 你要干成分 别怕 走吧 买吧 对很多人来说 投资房地产 也许是需要 钢琴重的 很多人 会有各种担心 担心买了以后 很快就下跌 贬值了 担心还不起贷款 担心还是漏水 等等等等 等等 但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永远没有贬值的担忧 它的教育是永恒的 还有它是免费的 不用花钱 其实真要花钱买的话 没有一个人买得起 绝对不是 你觉得拍拥的地 超过一百万一块很贵吗 告诉你 加南地的地 一百万 一百亿 也买不起 所以要约束亚刚强壮的 不是说加南地的那个地 它会贬值 可是因为进加南地 他必须要打仗 他打仗要死人的 要面临那些强大的敌人 上领加南地的欺负 要被赶出去啊 不是那么容易哦 他们都很强大 前阵子有一个报道 有位毛利大妈 因为拒绝交地税 她的房子被 法庭判决拍卖了 对不对 你都知道这个事儿吧 有些新闻 有些新闻 我不知道你们 都听到 但是 有个毛利大妈 因为她 她拒绝 去负责 她的房子 其实是 她的房子 她的房子 被判决不搬 一看你能搬 我怎么样 她就不搬 但后 这女子 拒绝 离 她的房子 她说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买家是个华人 我看我们这位同胞 他真的需要 刚强壮大 哦 And why I was a Chinese man and I think this brother of ours really does need a lot of courage 他不仅在准备战斗 可能还在长期战斗 才有可能 得到他的产品 You not only has to get ready for a battle but it looks to be a really long battle before he can finally take what belongs to him 用此来 让你有没有想过 神 神已经应许 把这个地 赐给 以色列人了 为什么 他要教他们 去脚踏 去打仗 才能得到呢 神是全能的 他完全可以把 迦南 欺俗 清理干净 再请以色列人 进去 不是更好吗 God is all powerful He could just directly wipe out and clean out those nations and then let Israel enter Isn't that better 何必把这些 难走的前任屋主 留给新屋主 来扛 Why does he make these new owners deal with these difficult previous owners 新时产业的词 我刚才说了 一个意思是 恩典 在原文中 它还有一个意思 叫做 奖赏 and actually inheritance this word in the bible can be based on grace as we saw before but it also mean a reward 恩典 是白给 grace is beyond the given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奖赏者的不同 你需要 战胜 才可以奖赏 对不对 but the reward is different you have to be successful and be victorious in order to be rewarded 我们在座的人 可能都有得奖的经历 你失败了 谁给你发奖了 你也要给你发 and all of us have experiences of being rewarded and if you fail you don't get rewarded 因此 加南美义 既是神 白白的恩典 也是 神 给以色列 得大胜赞的 这个奖赏 and the land of Canaan is indeed God's free grace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but it's also a reward for them fighting those wars and being victorious 两面 加南义 是神 白白 赐给以色列人 因为靠以色列人的能力 根本没有办法 打败 加南的强敌 你往后 你会知道 那个军力与贤淑 没有办法 靠自己打败 and the land of Canaan is God's free gift to Israel because by Israel's own efforts by their own military might they had no chance of defeating those Canaanite nations 得到加南地 只能靠神的恩典 与以色列人好坏 或不可以打仗 完全没有关系 and in the land of Canaan they can only rely on God's grace it didn't matter whatsoever if these israelites were good or bad or knew how to fight 甘安地 也是神 给以色列人的奖赏 the land of Canaan is also got the reward is there 因为 得到神 白白恩典的 以色列人 他必须 他也心甘情愿地 去按照神的吩咐 争战 and in order to receive God's free grace they also had to take up arms and willingly go into battle 以色列人 去为神争战 这也是他们的 子儿 Israel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in God's name 他们要打圣了 才能够得到 加南地这个奖赏 they would only receive the land of Canaan if they were victorious 并且神的恩典 也会透过 他们争战的过程 远远不断地 互赏给他们 and we know God's grace will be continuously working through them in every battle 这说明 基督和他的救恩 不是靠我们 自己的努力 可以得到 而是神 白白的恩典 and this shows to us that on one end salvation isn't depending on our efforts it's all God's free gift 另一方面 耶稣说 天我是努力进入 but on the other hand Jesus says we must strive to enter the kingdom 耶稣保罗告诉我们 要向着基督这个标杆直跑 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 长大成熟 越来越远离罪 越来越有神的形象 得到神的奖赏 which is also what Paul says to us we have to run the race towards Christ we have to grow and mature in Christ leaving behind our sins more and more and then they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glory the reward from God 的确神有能力 把迦南地都清理干净 再让以色列人进去 indeed God had the power to completely wipe out the Canaanites and then let Israel in 可是这样对以色列人 有好处吗 but would this be good for the nation of Israel 神为他们建立一个 无尽的温死 然后把他们放进去 这些有缺陷的以色列人 你以为他在这样的环境中 可以长出强壮的生命吗 if God created this sterile greenhouse and then put Israel these young saplings in would they grow up to be strong 他能够经得起风雨 能够担当神 教给的众人吗 would they be able to wether the winds and the storms would they be able to bear the commands of God 生命要成长 必须经历 与劳务 也就是与罪的征战 for us to mature in our lives we have to deal with our whole selves 没有征战 就不能够得到应许之地 to not fight against sinners to not receive the promise land 不胜过罪 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we cannot enter unless we win 神就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主做王 God would not be able to be Lord in our lives 我们就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 we will not enjoy fellowship of God 也不能实现我们人生的目的 就是荣耀神 并且享受神 nor can we hope to fulfill our purposeful existence to glorify God and to fully enjoy God 因此救恩一方面是神 白白的恩典 另外一方面 又是人的认罪悔改 和尾声跟随 and so salvation on one hand is God's free grace on the other it is dependent on repentance and commitment to follow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神的功 圣灵的功 必不可少 我们回应的责任 也必不可少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cannot be minimized in our life of faith but we also can't minimize our responsibility 福音不是 一半神的恩典 一半人的责任 不是 the gospel is not one half grace and one half effort it is not 是百分之一百 神的恩典 和百分之一百 人的责任 but it is one hundred percent the grace of God and one hundred percent the responsibility of men 有一次的灵魂修小品 我们都很熟 我们在座的每个基督徒 我相信你以前都读过 there's a lot of devotional that we all would be very familiar with I'm sure you've read it before 有一个基督徒 他把自己的生命旅程 比喻在沙滩上 与主同行 a christian lifens his life to journey in the sand towards the lord 可是每当他 最难过 最伤心的时候 他都感觉不到 主的同在 but whenever he's hurt or goes through suffering he feels as though the lord's not with him 于是他问 主啊 你说过 你会永远 与我同行 这是没错了 但是 为什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沙滩上 却只有一行脚印呢 so he asks Lord you said you would forever be with me but when I suffer why is there only one set of footprints in the sand 得到的答案是 孩子 你再仔细看看 那是我抱着你走 所留下的脚印啊 and god answers child look closer those are my footprints for what I carry you in my arms 大家说这个故事美不美 but everyone agree the story is very touching 很美 对不对 it is very touching 但是 却不符合圣经 我告诉你 but it's actually not biblical 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随我 就当舍体 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主耶稣不要人背 他的十字架 因为他的救赎大功 没有人可以替代 我们常说一命抵一命 要换全世界罪人的命 谁有那么多命啊 没有人可以做到 只有神可以做到 we sometimes mention life for a life well to exchange for the lives of every sin in the world how many lives would that take who would be able to do that 代价 代价太大 没有人付得起 只有神他 但是主要我们背 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他不会替我们背 我们该背的 他不会替人走路 哪怕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路 他也不会替我们走 虽然走路的能力 来自神的恩典 这是他给你 and although the strength even to walk is from God it's from his grace 但是我们还是要自己的 we still have that responsibility to walk it for ourselves 就像我们看到孩子 自己的孩子做一课 很辛苦的时候 不会说孩子 太恐怖了 我来带你走 like for example when we see our children how they work at their homework we won't say child let me do that hard mission for you 你知道 带你走 不是帮他 you know that in the end you're not helping them out if you do they probably wouldn't 福音书中 福音书中 福音书用好多个比喻 要我们计算 跟随他的代价 and in the gospels Jesus is always telling people and telling us to count the price of following him 那就是要我们清楚 要跟随他 是要准备好 罪征战 圣经甚至用了 像要支持你们 在地上的肢体 这是保罗说了 用这样强烈的自信 来形容 我们基督徒 成长过程中 要进行的征战 and the bible uses many stark figures of speech like you must put to death your earthly body it's a description of the christian's battle and maturing in christ 信主以后 新生命才刚刚开始 要不断成长 and after one believes in the lord the new life has only just begun they must continue to grow 这个成长的过程 就是靠着圣民 与罪不断争赠 不断得胜的过程 and this growing is relied on the holy spirit to always battle against sin and to have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victory 神的大门 和基督徒当性的本分 必须连在一起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and the christian's duty to fight must be intertwined together 但是你不要以为 这是一个苦的过程 啊 这正是一个享受 基督的丰盛和安息的过程 but don't think this is a life that's very hard this is the very same journey of a life that's spent enjoying the rich and peace of rest that is in christ 我以后会讲到 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都盼望 进入迦南地呢 我想 我想没有人 不希望进入迦南美地 那个丰盛之地 那个丰盛之地 那个安息之地 and I would ask every single one of us and I would be confident of our answer every one of us would hope to enter this beautiful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你想进入神的 应许之地吗 进入基督的丰盛吗 would you like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of god to enter into the inheritance of christ 我们需要 挣扎 需要挣扎 才能够进去 we must fight we must fight but we won't be able to enter 其实 我们很快就有一个机会 来操练 挣扎 and very soon we actually have a chance to practice practice this 就是我们下个月的营会 and that's our church retreat next month 像加南地 一样的营地 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 一起来学习 争扎 and that beautiful promised land like campsite we're going to go to we're all brought together in Christ 我们也可以一起 互相勉励 让更多的人 得到神的恩典 得到神的祝福 and all together we'll see more and more people come to experience the grace of god 我们一起来祷告 so let's pray together 现在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 你把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进 那流奶与蜜的美地 so that we may enter that land which flows with milk and honey 很求你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刚强壮的 在各样的征战中 我们可以过一个 属你的得胜生活 please help us to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and to have victory in all of our struggles 让一切荣耀 的颂赞 都归给神 may all the glory the praise and the dominion be to the lord 奉耶稣的名 大告 Jesus name we pray Amen